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分享简报 PowerPoint里面呢 它跟其他软体之间的整合应用 我要先介绍这个很重要的功能 请各位先打开Smart0425Source这个档案 我们先到第五页好了 第五页 第五页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这个工具叫去背 第一件事情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这张图片 你有沒有发现 它就直接打开图片工具的格式 第一个功能就叫移除背景 第一个功能就叫移除背景 所以点一下它 接下来因为我要去背 请问这个正常颜色是不是我要留下来的 那个紫色就是我要删掉的 因为红尘黄绿蓝电子 所以紫外线有听过紫外线吗 你应该没有听过什么绿外线 蓝外线 绿色外面的线红尘黄绿蓝 绿色以外不就是蓝色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定我们都看到 那紫外线 紫外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种颜色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的是不是有颜色的区域 那这个紫色的区域就是我不要的 好 所以我们怎么做去背呢 简单说先把这个帽子的上缘找出来到这边 最上面是不是在这边 然后透过八个点的移动 那下面我们就取到最下面 取到最下面 你看是不是这样就取好了 稍微再把这个地方搬回来 这边又没有了 没关系 稍微这边再动一下 是不是又回来了 那如果你这边你也想要加进来 这边你要加加 没关系 这边它有增加 所以我就点这个增加 我们用拖曳的方式去画画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画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是我要增加进来的 这边袖子的部分 我也把它稍微增加进来 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做完了 就打勾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小女孩呢 搬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续背 根本就不用再到什么 另外一套软体了 其实它把另外一套软体 影像处理的部分 直接放到我们的PowerPoint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 因为你们假设去拍那个 你做简报 是不是会放几张照片 然后你可能会希望去做一个去背 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我刚刚做几个动作 我刚刚做几个动作 可能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我要把天空这个颜色去掉 那相对的 第一件事快速点两下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就会出现图片工具的格式 第一个就是移除背景 那移除背景 你要稍微先把你要的地方 你先选取起来 这个是我要的区域嘛 上面是不是到这边 右边呢 右边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右边到最右边好了 我就是不要天空这部分 下面是不是到最下面 你看直接就去好了 天空就被我拿掉了 有看到吗 有 直接打勾 至少现在这个工具 要你很容易很轻松的去完成去背 但是你不要要求它可以去的百分之百 如果你说老师那个把丝能不能去背 那个是很困难 在Potoshop Potro Impact 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好 那至少我觉得说 你现在你可以去玩一下说 哦 这样子两张照片的一个结合 是会更增加一些生动活活有趣的一个情景呢 而且还蛮简单 就可以去完成 所以现在就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移除背景这件事